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你觉得别人看了就会很想和你交朋友的自拍 你觉得什么样的照片是别人一看就会想和你交朋友的自拍 创新独特 很有自己的想法 绝对不会是那种很正经的自拍照 最近是开工了 开工多久了 开工了一个多月了 作为一个有点点闷骚的门蟹座 成画上线的时候你有没有私聊你的好友说过来看剧啊 或者是帮你宣传啊这样 我有私聊也有发朋友圈 先从流星花园开始 心动的信号 还有盔甲 成画大家都会宣传嘛 现在在拍摄的预教令的朋友们 然后还有圈外的朋友家人等等的 所以大家赶快看一下 看了没有 有人会叫你发红包吗 没有耶 完全没有耶 现在有一个就是固定的环节 就是尝试一口气 不间断的对成画这部剧输出彩虹屁 并且要录八颗牙齿微笑 哈喽大家好我是哈喽大家好 从来 从来就好 哈喽大家好我是关鸿 我在成画十四年演的是团犯 那它是一部非常轻松有趣 同时又有推理的一个 武装剧 那希望大家多多看 也包含我自己都有在收看 然后看的时候我就又笑 然后又有很认真就是在看戏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哦 这种航犯是一个吃货 那你本人呢 我本人完全不是 嗯 收工式牛排 是你的固定的小习惯吗 算是 还蛮喜欢吃牛肉的 喜欢吃的牛排 顺便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很简单的 就是黑胡椒加烟 加牛排的原味 七分熟 就很好吃了 哇 这你是会自己做吗 如果就是不能出去的话 比如说前段时间 我会做的都是很基本的 这部戏杀青之后 我想开始学 就认真的做菜 就很多料理 挤菜一汤啊 一些西餐 我都想要开始学着做 是什么事情激发了你这个学习的欲望 我就觉得 会做饭的男人 应该会很有魅力 你是属于吃不胖的体质吗 是的 其实对我来说也蛮困扰的 因为男生太瘦毕竟也不太好看 身体又是瘦的 就很像猪肝 看起来不太可靠 所以我其实也想吃胖一点 现在是60出头公斤 认真吃东西就胖到72 我也在想 有朝一日 我也想要开始认真健身 现在真的觉得有点身体跟不上我的脑子 如果粉丝想要看你做吃播的话 你会选择吃什么吗 首先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想看我做吃播 因为我吃东西 第一个非常满 第二个看起来非常的不美味 用最什么什么什么 形容一下傅老师在你合作过的演员当中的地位 最酷 那在剧组除了对戏之外还会聊什么吗 什么都能聊 我聊过车子 虽然我没有车子 他好像挺懂车的 我记得我有坐过一次他的车 就是五六零零年代 老爷车那种 然后就是方向盘很大 很复古 这姐有安递到你吗 你后想要去就是接触这一块吗 因为其实我现在还没有搞到驾照 25岁的人我还不会开车 然后我想要赶快开车 赶快买车 然后或者是向他讨论一下关于车子的问题 我的新戏成画14年现在正在播 然后他是我第一个男主 我也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想要去做好这件事情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希望大家多多喜欢 然后现在呢 我要准备去吃饭了 大家 拜拜